請啟動 2023陽明山花季正式開跑 陽明春曉慢舞紛飛 在台北市長蔣萬安與多位台北市議員共同主持下 2023陽明山花季正式起跑 開幕第一天就吸引了許多民眾上山散花 在晴朗天空下開心的與陽明山著名的景點花中 及無數盛開的櫻花合照 看誰好不好看 好看啊 花好看 很茂盛 很鮮豔 對 跟以前比起來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天氣也很配合 然後花礦也是很理想 我覺得每一年來看到的都很精彩 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前年陽明山花季因為疫情嚴峻停辦 去年在嚴格的防疫規定下 也讓賞花民眾有些許遺憾 今年疫情解封希望民眾可以盡情拍照打卡 享受春藝昂然的草山景色 陽明山花季已經超過一個夾子 有60多年 而這一路走來 這裡已經成為所有市民朋友 還有來自各地民眾前來賞花的熱門景點 也是很多國內外觀光客 指定要來的景點 其實在前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取消去年 也因為還有嚴格的防疫規定 大家前來賞花還是要戴著口罩 只能露出眼鏡來 有點小小遺憾 但今年我想就不一樣 那我們除了可以好好的賞花 逛一逛走一走 也可以盡情的拍照 市議員黃敬也認為 在疫情趨緩下 今年陽明山花季應該可以吸引更多遊客 上山賞花 陽明山花季本來每一年都是固定的活動 但是我覺得今年比較特別是因為 大家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再加上最近天氣很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辦得非常 活動可以辦得非常順利 除了賞花外 在花季期間 台北市政府公務局公園處方面 還舉辦了草山百年風華 陽明山管社串聯活動 民眾可以沿著賞花路徑 到辛亥光復樓 陽明書屋 林宇棠故居等 周遭六個藝文管社參觀 看畫展及服裝設計展等 感受歷史人文風情 希望民眾來賞花 也希望到附近走一走 所以我們串接了50多家的友善店家 還有跟剛剛介紹的六個藝文管社 不管是陽明書屋 中山樓 還有包括閻錫山故居 林宇棠故居 還有我們文化大學的華岡博物館 等等這些 大家來賞花去看看這些歷史景點 那我覺得還可以 接下來到士林夜市走走 另外2月25號還有總獎金 高達10萬元的台北櫻花杯街舞大賽 以花為主題與街舞進行結合 營造春天百花盛開的美景 希望讓民眾來賞花之餘 也能看見年輕人的青春活力 我們2月25號也特別舉辦 台北櫻花杯的熱舞比賽 也就是希望大家來賞花 感受在地的特色 同時也可以欣賞到年輕朋友的活力 公文处方面表示目前正是八重英盛開的季節 二二八連假前後 將由昭和英及野英接棒依序開花 除了櫻花外 包括杜鵌及水仙花等也會打開 由於花季期間 陽明山周邊道路會進行交通管制疏導 公文处也呼籲民眾多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山賞花 在大自然中體驗身心靈放鬆的快樂 記者 張琦騰 台北報導